好 今天的生活话题要提醒大家 手如果没洗干净到底有多脏 在美国有一名行为专家 他进行了一个白吐司的实验 他用五片白吐司 分别在不同干净程度的手触碰的情况之下 结果发现呢 曾经放到了笔记型电脑上的吐司 上头的黴菌是最多的 而被没有洗过的手 还有用酒精消毒过后的手 来碰触过的这些面包 也都有明显的发霉情形 所以医师建议大家 最好是用肥皂来洗手比较卫生 很多人会用酒精来帮双手消毒 但这样做真的干净吗 我们实际用吐司来实验看看 按压一下搓洗到干燥为止 完成干洗手之后 再用手触摸吐司 另外一组用水把双手沾湿 接着用肥皂洗手轻轻搓揉出泡泡 再去摸第二片吐司 接着把第三片吐司 直接放在笔记型电脑上 第四片吐司 则是用没洗过的手直接摸 最后再把每一片吐司 统统放进夹链袋里 密封起来 放置大约三到四中时间 有些是大肠杆菌 进黄色袍球菌 如果没进涨越多的话 但时间越久越明显 美国行为专家 利用白吐司做实验 结果发现放在笔垫上的吐司 发霉的状况最严重 不满可怕的灰绿色 被没洗过的手触碰过的吐司 也是相当惊人 而用酒精洗过的手触摸的吐司 上面也有灰色黄色斑块 最后只有没被触碰过的吐司 以及手用肥皂洗过 碰过的吐司 入眼都看不出来 有发霉的迹象 以酒精来说只能破坏大部分的细菌 但对于默菌跟病毒 就没有太大的效果 特别是在流感季节 医师建议还是要用肥皂洗手 或者是漂白水消毒居家环境 才能远离病毒 记者 张俊涵 综合报道